看一下 我们跟婆婆 还有沈娘一起 早上捡了好多这个粽叶回来 就靠这几天忙了 先把它整理干净 到时候还要煮 煮了还要洗 这会比较麻烦 鸡蛋 有个我们的忠实粉丝说 拿我们家吃饭 你去抓这鸡吧 好啊 我们再去山上去找点菌子 找点那些野味 那种野菜 这个我喜欢啊 好的 我去抓鸡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空气好凶 先放在这里吧 回来再杀了 大家看 我们又来到这一片风景卢化的地方了 这就是上次我和女哥摘到菌子的地方 本来那个朋友说 还有两个多小时才到的 我们想等他们一起来摘菌子嘛 但是下雨了 只怕到时候越下越大呢 又出不来就麻烦 所以我们两个先去摘 到时候给他们惊喜 女哥 我们开始到山上了 女哥 这斗粒不方便就放这里 等一下从这边下吧 可以 因为脚是勾住 老是钓 女哥 我们的收获来了 看一下 那边我也看到了 你去那边看一下 哇 你看 弄得很啊 就刚刚好啊 我跟你讲 我今天就是想来补一下那天的遗憾 那天我丢到的那一颗高高的那个高脚的那个菇啊 茶树菇 很多朋友说的 对 叫什么鸡虫菌啊 茶树菇啊 是最好吃的 我真的是那天晚上 我后悔的要命啊 还有 我们再去找啊 我就想看一下 我不是留着那一个小的 不知道还在不在 应该还在 先把这些摘了吧 嘿嘿嘿 不要掉下去了 差点滑了 我这里发现了一大片蘑菇啊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体验 鱼哥 嗯 这个百度不到啊 不认识的敢不敢吃啊 不敢吃 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 它像一个多少样 应该也是茶树菇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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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样 那我们先带回去好不好 嗯 拿个放在冰箱里面 等我们明天看到恢复了 再决定吃不吃它 哼 可以 那也不好 我也觉得有点怕 还是别拿了吧 先拿回去 你看它这个杆是长长的啊 应该这个应该也是茶树菇的一种 那这个为什么上面白白的 你看 这里这个 这一朵 上面这白白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先摘 先摘了吧 又摘到一朵这样的 这个嫩黄嫩黄的颜色 也不嫩吃 对 这个就丢了一朵 这个我就先放着啊 确实不知道能不能吃 这个应该跟那个茶树菇差不多的 不能说应该 确定 确定才能吃再吃 又到了那天找到很多菌子的地方 果然没了 我们失望啊 嘿呀 你看东西好大一朵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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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哥 这朵才是巨无霸啊 这朵才是巨无霸啊 我以为那里那里有一片面包了 我以为那里那里有一片面包了 有你的半个屁股大 哈哈哈哈 他们说那个叫八月十五 哈哈哈哈 你看 哇 跟我脸比一下 你我脸还大吗 还没有你脸厚 没有我脸比厚吧 不是没有我脸厚吧 不是没有我脸厚吧 哇 这朵就 哇 一颗都有半碗了 鱼哥 嗯 这个地方我记得我们那天是留的这种小小颗的哦 嗯 放了这个大概只有两天是三天啊 就干净了就有点像要过了 这个菌子长得真的很快啊 这一朵呢 这一朵都一个晚上都那么大了 过了这一朵不要了 黑了 这一朵还能吃 这边好多 你你看呢 那天我们就看到小没拿哦 嗯 这个过了就不要了 就拿好了吧 鱼哥 嗯 这就是我那天丢的嘞 你看 嗯 真的是 干了 嗯 他好像跟这种又有点像了 嗯 又不像哦 因为这种上面圆圆的 这个上面是不规则的那种形状啊 哇 今天还不可不可以吃啊 不用了 这个都 你看他那天是一模一样的跟这个呢 今天又变成这样了呢 我也不知道啊 跟这个 跟这个差不多没有 你看一下上面就知道了 也像哦 也不太像 这个很多粘液 这种没有粘液 这个干了 而且呢 你看 你看 他只是像 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可以吃的 但是这种不不确定可不可以吃 嗯 回家试一下就可以了 这两朵那天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今天都都变成这样了 嗯 不太懂真的不太懂 哎 鱼哥 那里也是啊 我看一下是不是那种 你看你看 这个就是茶树 他刚好就长在那个茶树上面 下面那里也是 是不是也是茶树菇啊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茶树 你去问一下老人家 这个你看 先摘一会吧 这样子的 上面很多粘液啊 你看 你来这儿静它一点 这个 你看 它是这样 很直的 这样一杆一杆的长起来的 你看啊摘下来就这样 摘下来就是这样的 四朵这里 哇 要是能吃就好了 先带走吧 没有什么味道 嗯 也不觉得臭 也不觉得香 温的 鱼哥 嗯 这又是这种你看 上面好多蜗牛 哈哈 比地穷蜗牛 对啊 它是能吃我们能不能吃吗 能吃 我可不太相信了 但是这朵就不要了 有点恶心 哈哈 嘿嘿 这个又是一个快腐烂的茶树桩 都是从这样的茶树桩上面长起来的这个菇 我现在可以就确定了 就是朋友们说的那个茶树菇了 这个这个很小要不要摘啊 摘了吧 摘了回去 先 把它抄一下水放的冰箱里面 把它保存起来 如果大家说能吃我们再吃啊 我是有一点不太确定的 嘿嘿 反正它就是从那个茶树 茶树这个木桩上长 你看这里还有小棵 都是那个那木桩 很多小棵 嗯 嘿嘿 下大雨了 我们赶紧跑下山了 你看鱼哥 嘿嘿嘿 收获不错 回家吃鸡吧 我忘记告诉你了 啊 那个朋友说今天是4月1号 愚人节啊 这样啊 对啊 他说祝大姐开心快乐 愚人节永远 怎么说 嘿嘿嘿 我有点傻 要我明智一点 哈哈哈 没事 现在外面都很多疫情肆虐的 是不是 然后然后 嗯 他不可能来的了 他是这个意思 哈哈哈 但是他说感受到我的热情了 已经 哎 嗯 那我们自己自己吃吧 是他没有口服了 嗯 那我们就不杀鸡了 我们还是买点肉煮这个汤 呃 要不然还做点新的口味 要你 你才会做啊 好 回去看啊 哇 什么 菌子 什么菌啊 下去看 下去看 你才知道 下大雨了 我下去看 你看他们等着 好好好 再等下去 看一下 哇 这个蘑菇可以吃的 那姐 是八丹柴吗 对啊 就是这个蘑菇 那回去用 要要采八丹柴去烧的 八丹柴都堵不烂 这个蘑菇 用高压锅 哇 这个菌子 长得好鲜嫩 再来吧 我就 把这每次上山来 总会有意外的 哇 大家看 这个过瘾 一摘就一把 一摘又是一把 瘦了吧 哎呀摘好了 看摘了这么多 哎 那姐 籃子丢在那里 哎 那姐 又去摘黄毫了 摘好了 摘好了 我摘一点黄毫 太小了 先回去吧 雨越下越大了 嗯 哇 那才是今天该有的收获 哈哈 那我们今天晚上吃哪个鲜啊 这么多蘑菇 啊 哈哈 这个这个八蛋柴要明天 你去砍八蛋柴才能回来吃 嘿嘿嘿 看一下朋友们 这样的收获 谁不愿意上山去了 就算下雨也无法阻挡我们 呃 采摘的热情 山上倒着去 哈哈哈 这彩虹太漂亮了 哇 雨哥 嗯 这个新菜叶好嫩哦 还摘不摘啊 算了这么多吃不完 哈哈 那姐还是 诚挚的 欢迎大家 邀请大家啊 等这个疫情过了 或者是大家有机会 来那几家想玩啊 带大家一起品尝这山野间的美食 还有 啊 采摘的乐趣 还有最重要的是 来那几家的农田干活挑粪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多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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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哥啊 嗯 刚才我吓得那么恐怖吧 阿博吓了一跳的时候 哈哈哈哈 呵呵呵 关顾一个人开心了 突然在山上不让笑出声了 真的是下人吧 阿博吓了一跳 阿博吓了一跳 我们的净子汤煮好了 两大碗 逸琳 你带一碗去给 玩了他们吧 好的 你老师在上面吃饭 是不是 要小心哦 嗯 很烫哦 哎 哎 哎 老师上的吃饭 我又来吃饭 哎 俊子他们给你们喝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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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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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re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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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